永安渔港是桃源地区的重要港口 渔港首位处的新屋区 也是客家人口的集中地 市府客家局近期正在努力和中央争取前瞻建设经费 预定要将永安渔港北岸 打造成为兼具文化体验和观光的海螺文化意向体验园区 一望无际的海洋 海风将海面吹起阵阵连衣 永安渔港是民众休闲的好去处 商家邻里的鱼市场 也是民众采买鱼货的好地点 使用海螺吹出浑厚响亮的声音 这是过去的渔民 用来传递捕鱼讯息 渔船互相联系的工具 因为这边农地很好 所以他们都是以农为主 以鱼为辅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呢 要抓鱼的时候怎么办 就唯一方法就是利用海螺 用海螺的传递的声音 来让人家知道说 哦 鱼讯来了 然后我们呢 就会把这些人组合起来 然后直接到下海去抓鱼这样子 所以这个海螺是在我们在地来讲 是一个比较有传统的一个味道在 3 2 1 节目 拥引着海螺的传统文化 搭配上渔港的景观 客家局预计要将永安渔港的北岸 打造成为海螺文化体验园区 内部融合了历史人文 生态体验等功能 那未来呢 也希望能够就是说 结合这个人文的观光 海洋的生态 以及绿色的产业三大面向 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园区 高达三亿元这样子的经费规模 我们希望能够在永安的北岸 打造一个新的一个亮点 能够带动青年的回流 以及地方的产业发展 永安海螺文化园区计划 在目前已经纳入行政院的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 后续市府将会争取三亿元的经费 将永安渔港北岸进行改造 桃云有线新闻 严浩萱新屋采访报道